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二战前期日本陆军发布的士兵伙食标准来看 每个士兵平均看起来每天精米640克 精卖200克 士兵也可以换成精米855克和饼干675克 肉食罐头150克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陆军的伙食就基本上没有上边说的那么好了 因为日本国内根本供应不了这么多的粮食 因此当时日军陆军提出了以战养战的说法 到了后来更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 美军掐断了日军的补给钱 从而导致日本陆军的伙食根本供应不上来 尤其是在东南亚战场上的日军 每人每天只能领到几个饭团 到了末期的时候 日军甚至连最基本的饭团都吃不上了 甚至有些日军士兵要到当地的地主家去短工获取一些食物呢 但是日军海军的伙食却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 海军士兵早餐大多数都有大米饭 以及味噌汤酱菜等等 军官每天还能有额外的海苔 鱼干以及咖啡麦片粥的供应 午餐更是比陆军的好上几百倍 就例如猪排 咖喱牛肉等西式餐点供应 甚至日本传统的鱼寿司都有 可谓十分丰富 到了晚餐时间 还有一些日式菜系可供日本海军士兵和军官享用 这些都还不算完 在晚餐结束之后 海军士兵们还能在战舰上面的小卖部 买到烟酒以及面包等当作夜宵来吃 这些都不算完 海军的伙食从战争开始到结束 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说光是对比一下两者之间的伙食标准 日本陆军根本就比不上海军 更何况日本陆军到二战后期的时候 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 而海军依旧是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感觉这简直就不是一家的军队 好